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庆晚聊 我是谢神慧 你的人形故事机 催婚这事啊 相信大家伙都知道 没经历过啊 那也得或多或少都听说过 就拿我这同事赛廷老师来说啊 哎这人母胎单身 每年我们单位春节放假之前 大家伙跟人聚餐 每个人都搓着手准备回家了 就看啊 这赛老师一人在这角落里头 默默的跟着蹲着叹气 甭问啊 他肯定是在为回家的事发愁 不是没买着票 而是家里人催婚 赛廷老师一回家 进家门 家大人一看 呦赛廷回来了 依依回来的 脸搭了就来了 家里还有串门的呢 七大姑八大姨都在啊 还有那抱着孩子过来串门的呀 看见赛廷回来了 开心了 依依回来的呀 跟这狗看见骨头似的啊 哗就都喂过来了啊 呦 赛廷回来了 还单身呢 单身好 自由 不像我们 哎呦 你看我这小孙子 真烦人 每天给我烦坏了 还是你好啊 一个人多自由啊 说完啊 就这嘴咧的 要没这耳朵挡着啊 能咧后脑勺去 这一听就是反话呀 有那看不过去的啊 过来替赛廷说话 他三婶话可不能这么说 赛廷人家 好歹是在北京发展多有出息小伙子 赛廷你也别着急啊 不是没对象吗 二大妈给你介绍 我有好多朋友 那闺女啊 都担着呢 什么狗蛋啊 铁柱子呀 钢弹 撇雷姑娘 你随便挑啊 从今天晚上开始给你安排啊 保证你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不再重样的 一群人七嘴八舌 催婚 弄得赛老师啊 苦不堪言 其实吧 各位有所不知 这种催婚啊 要跟中国古代的催婚一比 那都是小巫见大巫 古代与其说是催婚 不如说是逼婚 那才真是要你命呢 今儿咱就来聊聊 之所以说古代的催婚是逼婚啊 主要是因为古代的催婚是一种国家行为 跟现在父母叨叨你不一样 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 咱们都知道啊 咱们中国现在婚姻法里有一个最早结婚年龄的规定 男人二十二 女人二十 不到岁数你不能结婚 过去也有这方面规定 但过去的规定啊 是你最晚结婚年龄 比如说春秋时期 吴岳争霸 岳王勾建 曾经颁布了一条命令 命令是这么说的 女子十七不嫁 丈夫二十不娶 其父母有罪 类似这种规定呢 还有向着这个汉初时期 汉高祖刘邦也下令了 规定这个男女最晚的结婚时间 分别是十七岁和十五岁 有了政策 那就有相应的惩罚制度 过去人们啊 如果违反了这个早婚早育的制度 那后果相当严重了 前几天在网上看了一笑话啊 说这个想让大家赶紧结婚 那就应该收单身税 各位有所不知啊 单身税这个东西 古代是真有 汉惠帝刘盈就曾经出台了一个规定 凡是这女子十五岁还不结婚 那就要收五倍的人头税 这笔税啊 一直收到三十 活着你嫁人为止 当时的人头税 每个人是一百二十钱 五倍人头税 那就是六百钱 哥今天啊 大概相当于一千五百块钱 这对当时普通家庭来说 不是一笔小数 想要不交税 那你就赶紧让孩子结婚 在这种大力的催婚政策下啊 到了汉武帝时期 汉朝人口增长到三千万人 到了唐朝 国家这催婚的手段啊 更狠了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女子十五岁不结婚 交五倍人头税 这笔钱收到三十 唐朝以前啊 你要过三十不结婚 国家就不管你了 自生自灭去了 唐朝之后 你要过三十还不结婚 国家会强制给你安排结婚对象 逼着你结 哎 说到这儿 这赛老人正跟我对面乐呢 是啊 给这单身狗发对象还不好吗 真不好 你以为分配对象都是什么吴彦祖李彬彬啊 哎 各位 我拍着胸脯保证啊 芙蓉姐姐还有那爆牙哥 那都算好的 起码还有个人模样 这个分配制度是一个惩罚制度 分道的人一般那都是缺胳断腿多少龙什么的 不是我这个骑士残疾人朋友啊 过去人们结婚的讲究特别大 门当户对是最低标准 谁愿意自家的儿子闺女跟身体有缺陷的人过日子呀 果不其然啊 这个惩罚制度一出 所有人虎屈于一阵 纷纷表示愿意早点结婚 根据这个社会学家的研究统计啊 唐朝人平均的初婚年龄是15.1岁 后世呢 有让学家也都沿用了唐代的政策 有人问了 这中国古代结婚催 这么是国家催呀 我结不结婚爱着你国家哪疼了 真爱国家哪疼 原因很简单 中国古代啊 是农耕社会 人口是第一生产力 为了保证这国家收入 那就必须得有足够多的人 从事这农业活动 那就需要大量生孩子了 细心的观众可能发现了啊 甭管之前说的是吴岳争霸 还是这个汉初时期 抑或啊 唐朝所谓盛世 那都是战乱年代 要不然就是战乱刚结束 国家需要赶紧发展经济 想要发展农耕社会的经济 你那就得有人 加上那会儿出生婴儿死亡率啊 比较高 只有你多生孩子才有可能保留更多的生产力 那就得早结婚呗 是不是从13开始生生到30 所以这国家呀会催婚 中国古代的催婚制度啊 特别狠 不仅是这老百姓得遵守 就连这王公大臣也不能幸免 唐宋八代家之一 王安石有个小闺女 眼光比较高 是他爸爸当朝宰相 看不上那提亲的人一直没嫁 眼看这岁数啊 越来越大了 马上就30了 这可把王安石挤坏了 王安石这人啊 他认为法律是至高无上的 任何人都得遵守法律 王安石变法的基础之一 就是法律对皇帝的制约嘛 那他自己肯定不能干违法的事啊 眼看闺女过三十 按照法律就要被强行安排了 还不能违法 怎么办呢 天无绝人之路 当时朝中啊 有一位大臣叫蔡便 科举出身 为人端正 还没娶媳妇 王安石呢 托自己朋友增拱 也是唐宗八代家之一 找到这个蔡便 跟他商量 能不能把自己闺女娶了 蔡便一听 王安石的闺女 又惊又喜 喜的是这个王安石 当朝宰相 自己通过这门亲事 可以攀高枝了 惊的呢 闺女这么大岁数 还没嫁出去 那肯定不是什么善茬啊 蔡便呢 怀着这种忐忑的心情 就问这曾公 能不能先安排我们俩见去 是不是 人家毕竟是宰相的闺女 怕她瞧不上我 曾公一听这事有门啊 赶紧安排他们俩见面 见面之后 蔡便不怕了 这闺女啊 大家闺秀 举止投足之间 都有名门望族的风采 就单纯就是她眼光高 于是开始表现自己啊 什么琴棋书画 诗词歌赋 说学逗唱 快板灌口 太平歌词会的都来一遍 王安石这闺女一看 嘿 小伙子可以啊 文化水平这么高 口还壮 发音也好 调门也高 是自己这心中梦中情人的样子 也就答应这门婚事 王安石赶紧就安排这俩人结婚 手续都走完了 一算日子 王安石闺女啊 29岁半 差一点就被强制安排婚事了 她这才松口气 可见那个年代啊 婚姻制度多残酷 堂堂当朝宰相 也不得不遵守 哎 顺便说一句 这个蔡便 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亲兄弟 叫蔡经 北宋六贼之一 中国古代的这婚姻制度这么残酷啊 那有没有受不了的人站出来反抗呢 真有 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女人叫自书女 书啊 是书头的书 什么意思呢 过去女人啊 结婚之前跟结婚之后发型不一样 女孩结婚上轿子之前 得让自己的妈妈或者已经出嫁的姐姐帮忙 把头发梳起来表示嫁人了 自书女就是自己把头发梳成已婚妇女的样子 以此立志终身不嫁 当然了啊 这中间这手续特别复杂了 还得在这观仆菩萨面前启示啊 说我这辈子绝不嫁人 违反了自己跟家人天打五雷轰巴拉巴拉巴拉 这种女人啊 不多 主要啊集中在明朝中后期东南沿海地区 当时 那个地方经济比较发达 很多女人都从事这个养残 骚私的工作 还有这个棉窝加工什么的 这些女人啊能养活自己 比起那些依附于男人的女性 她们有收入有见识 不愿意被这封建家所压迫 这帮自书女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女权主义者 也给其他被压迫的女性做了榜样 只可惜啊 在中国古代啊 像这种能站出来反抗压迫的女人太少了 导致她们的故事很少有人知道 就算知道了 也没什么人认可 就连她们的父母都会因为家里出了个自书女而气愤 甚至不管她们的死活 那会儿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啊 如果这自书女病了 那家长是不能管的 放任她们自生自灭 但是啊 就算这样 也有很多人加入这个队伍 为了纪念这些女权运动的先驱啊 现在在当地 人们还修了一个自书女陈列馆 把她们的故事传承下来 为后世敬仰 古人催婚 说白了 那是统治者的需要 为了发展生产力啊 不得以而为之 现在这人口已经不至生产力了 是一种负担 不用非得急着性子结婚生子 再说了 现在结婚生子 那成本多高啊 旧社会 家里孩子多呀 一般都散养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多双筷子的事 现在啊 不行了 日常开销 咱先不说了吧 车子 房子 这俩你得准备吧 兴趣班你得报几个吧 万一你说有个头疼脑热 上个医院看个病 挂不着号 你找个黄牛买号 那多贵呀 那你说这么贵 这么能花钱 谁还想结婚生孩子呀 而且这中国古代催婚啊 跟这女性地位不高 有一定关系 如今男女平等了 您别老动不动 就说这女孩子岁数大了 没人要 这种急不负责的话 我们赛老师就喜欢这种大龄女性 还是那句话 结婚啊 不是小事 生孩子更得谨慎 您得找一个双方都满意 家庭和睦 别天天打架 好好过日子 真挺好 好了 关于这古代催婚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大家在寻讲堂APP 微信公众号 或者YouTube上 收看寻见办聊 谢谢大家